其實我收拾相收拾得快的秘訣是 Hello 大家好 我Rebecca 一個十年拍攝經驗的攝影師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攝影師的工作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用手指按按鈕拍照就OK呢 這條影片就是讓大家看看 平時的我AID裡面會做些什麼 和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可以提升收拾相效率的 偷懶位 好 那我們即時開始了 我今天就不用出家拍照 所以就乖乖地留在Studio這裡 收拾之前拍的照片 其實做後期要用的時間 是會比拍照用的時間多很多很多倍 例如拍一個小時的照片 要用六到七個小時去收拾相片 一點都不奇怪的 正所謂功力善其事必先利器 那你有知不知道一部好的電腦 對於攝影師來說究竟有多麼重要呢 那收拾相的第一部就是吞色 作為攝影師對於色彩的敏銳度要求很高 就算同一張照片 讓色彩通真少少 出來的感覺都會很不同 所以電腦屏幕的顏色準確度是非常重要 而這部HP Envy 15就符合到我的要求了 它是一部專為Content Creator而設的電腦 用了Visa DisplayHDR400 True Bag認證的 15.6吋4K OLED 觸控屏幕 可以出到100%的DCI Purify色域 它的高色彩準確度 可以令照片的光暗位更加明顯 還有更多的色彩層次 那收拾相的時候就可以更加細緻了 這個螢幕還可以調整顯示色域 例如網頁、相片、電影、原生色 而我要收拾相的話就調到相片這個螢幕了 其實我收拾相收拾得快的秘訣是 將所有重複的步驟 盡量用一顆按鈕就完成了 通常我會用Lightroom去讀完照片 平時拍照和一個Pose 有機會會多拍一張 我就會在圖庫這個位置 用它的Preview去快速地設置一次照片 用這個Preview功能 會比在用編輯圖片的位置 攪拾相片出來的速度會更加快 很快速地去設置照片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來了 我們要出發到外面 然後Ctrl-A Delete 不是 搞錯了 再來再來 其實是應該Ctrl-A 然後在右邊這個快速偏濕相片 裡面的儲存預設集 然後選擇自己的測試設定 這個就是我每一輯相都同一個色調的秘訣 我剛才做這個步驟 它就會把Lightroom的Template套入這500多張照片 比起逐張按快很多 建議自己平時用的Preview 不要替曝光度和息溫 因為每一個場景的光線不同 要用到的色溫和光度都不同 雖然我平時就是用相機的Auto White Balance去拍的 但有時候出來的色溫都未必是我自己想要的 那怎樣解決這件事呢 我就會找回同一個場景的一兩張 這樣拿出來Fly Tune 然後再選擇同一個場景裡面的所有相片 按這個同步化 選擇它的白平衡和曝光度 然後按一下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剛才選擇的這個場景裡面的相片 就會全部同步做到同一個設定 是否很方便呢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很快速地去調整整整輯相片 聽到是否很完美呢 但事實上怎麼會是這樣的呢 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的電腦弄得很慢 每輯相十輩都未透露出來 那情況就會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哇 為什麼皮膚差了那麼多 還不可以嗎 戒轉 3 你有沒有用電腦去用嗎 即是電腦來收好嗎 不要弄啊 正在外出相片 不能碰的 會出事的 而Envi15用了Intel i7處理器 和NVIDIA的RTX2060 Max-Q Display Card 還支援32GB的DDRAM 現在export的相片終於不用再等到人發霉了 但那時候還可以做著其他事情 就算開著幾個Windows Multi-Tasking 想偷懶的我還可以一路撿相一路看片 機器也不會抖一抖 調完顏色之後就可以放入Photoshop裡面 用Photoshop我最主要是用來撿肥瘦和撿皮膚 在Photoshop上面怎樣偷懶呢 我通常會記下常用的小鈴鐺 例如撿肥瘦的話 我們通常會用到液化 就會是Ctrl 加 Shift 加 X 一按就可以彈出來了 而撿皮膚通常會用一些減低的Action 因為它們通常會是一些重複的步驟 如果減低Action的話 只按按按鈕就可以很快地做到想要做的東西 那到底哪些才叫做可以重複的步驟呢 舉例其中一個磨皮的方法就是用藍色的飾板 用顏色快調找出圖片的細節位 再通過三次的實色運算 令皮膚的瑕疵更加明顯 然後再利用塗層去拉光 做到磨皮的效果 我自己就會選擇皮膚的部分出來 做到照片只有皮膚的位置有修飾度 而其他部分就不受影響 在這個情況下 複製飾板去到曲線的步驟 都是每一張照片需要重複去做 如果每一次要按按鈕 其實都挺煩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步驟儲存做一套動作 而最後我選擇皮膚的部分出來的部分 就將一張不同 這個就不能偷懶了 順便在這裡教大家如何製造一個新的Action 首先我們開一個Action的時槍 或者是Alta加F9都可以 在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鈕 去新增一個新的Action 然後改一個有意義的名字 當這個紅色怎樣著氣的時候 就證明它開始錄你的步驟了 我現在就要把我自己需要的步驟去做一次 你會看到我每做了一個步驟 在這個動作裡面都會新增了一欄 去記錄剛剛才做過的東西 好 做完之後就可以停了它 下一次我要做同一樣東西的時候 就這樣選這個Action 按一下Play 然後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你很準時 對啊 不只是拍照和撿照就可以了 我們還要見客的 要跟客人聊天 拍照時的風格 穿什麼三時間地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作品 通常都要準備一些照片給他們看 帶著電腦出去就會方便很多 那見客都是可以一部電腦就搞定 這部Envi15它有簡約的設計 鋁合金機身和鑽石切蓋工藝 令人覺得大方得體 就算拿出去見客也不會失禮 還有它的OLED觸控屏幕靈敏又夠易用 這下可以自己觸摸螢幕去看想要的東西 整個開會流程的效率就會提高很多 還有現在其實相片上手機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想起以前其實我要把相片放上去Cloud 然後再用手機去下載 才可以用手機去PoInstagram 那現在用HP Quickjob 就可以直接把相片傳到手機那裡 無論是Android或者iOS都可以 還可以用手機傳到電腦那裡 非常之方便的 讓我都馬上PoInstagram 還有穩定性對於我們這些 所以經常要用電腦的人來說 真的很重要 為甚麼突然寫了機 剛才那些東西沒有安全的 以上就是受害人Rebecca 在某年某月發生的經歷 試完電腦過熱 所以突然死機 其實這一類的悲痛慘劇 都發生過不少 簡直是一種會呼吸的痛 現在的我就聰明很多了 選電腦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重它的生業 那MP15這部電腦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它是有電競級的散熱系統 配備熱度板 兩個12V的風扇 和紅外線熱能感應器 幫助散熱管理 性能就可以大大提高 就算用它來做全日的東西 都沒有問題 機就可以用得久了 但是人呢 長時間這樣撿上 普通的螢幕會有藍光輻射 對於眼睛來說 是損害得非常之大 而這部ENV15 就有德國來人低藍光認證 可以將眼的傷害減低 嗯 這個哭露 因為真的打哭露 你是不是以為 我一夜的工作就這樣完呢 其實哪有這麼簡單呢 撿完相片見完之後 我現在才開始剪我的Youtube片 剪片的時候 沒有一個快一點的SSD都搞不好 這部電腦最高支援兩次的SSD 還有有B&O的專業調音喇叭 剪片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跟著音樂去剪了 相片和片的file size這麼大 而且我經常都是用Cloud去交貨給客 大量的file 上載和下載 現在這部電腦支援WiFi 6的高速連線 比起以前更快更穩定 現在一路上載相片一路上網 看著4K片都不怕了 看完我今天要做的事 是不是覺得 其實做攝影師 一點都不簡單呢 不要再說攝影師 其實很有空了 工時分分鐘比一般人長很多 做攝影師 不是只抓捕相機拍照這麼簡單 平時還要撿相 做後期 還要見下 還要不斷地提升自己 去跟著潮流 和學習最新的拍照 撿相的方法 要默默地耕耘才會有好的作品出來 如果本身想要成為攝影師的你 記得要做好心理準備 這部Envi15 就可以應付到我平時的工作需要 做事爽手一點 還可以抽點時間出來煮劇 不趕著了 趕著去煮劇 拜拜 拜拜 Rebecca 你這麼快撿好相片嗎 是啊 嘩 真的快 好像還有兩輯 客人明天趕著要 好 謝謝 蛤